面对国民党选情紧绷 泛兰又将分裂的局面 台湾行政院长同时也是国民党副台湾领导人参选人的吴敦义 接受电视专访时表示 国庆纷争中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重见蓝天 而谈到民进党的小猪铺满 吴敦义说 他们团队的贪污形象就像大野狼 跟小猪的善良可爱实在很难连得上关系 国庆兄弟系强透过媒体隔空喊话 国民党副台湾领导人参选人吴敦义接受节目专访时表示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至今仍然无法直接沟通 应该是因缘还没聚足 吴敦义还亲口证实2000年大选时 宋楚瑜曾经找过他当副手 两人私交公仪都很好 但毕竟国庆戏出同源 相信宋楚瑜对于参选与否还在考虑当中 面对泛滥合作诉诸柔性呼唤 但是竞争对手民进党喊出三只小猪对抗大野狼 立刻挑起无愧的战斗性格 骂人不带张字但听在绿营的耳里肯定不是滋味 为了避免待职参选成为绿营攻击的焦点 吴敦义宣布请假日期 应该12月14号 你会请假 立愿停会之日 就是本会期停会之日 乃本人必须请假之日 依法请假减少对手攻击的目标 对于敏感的政治议题 吴敦义应答如流 互主心切 展现互守哲学 二九位是中处网络巨峰 台北报道